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抱怀孕和亲密赵后再道歉 是王一博人设崩坏? 还是粉丝有异想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王一博最近的人气和流量太强 所以导致风波不断 话题不停呢? 之前是因为被官方媒体直接下场 评价绝望的文盲 如果说这个是因为他自己各种不当的言行所导致的 但是最近的这个消息确实有些吃瓜网友们看不明白了 我们先来捋一捋这个消息的全部发酵过程 先是莫名其妙在网络上传出了这位女网友喊话自己怀孕的消息 不仅仅是在控诉王一博让自己怀孕 更是直接喊话李安恩 让他能够帮帮自己 可李安也是一脸猛逼 因为对方加上自己以后就啥都没说 李安只能让这位喊话的女网友报警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消息也就是截止在喊话这个环节 就没有了任何的后续操作 但是这位女网友停止了自己的神奇操作之后 并不会影响吃瓜网友们对这件事情的后续发酵 毕竟故事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女网友不给任何的新消息提示 那么就让吃瓜网友们开启福尔摩斯探案程序 毕竟这位女网友在评论区爱特里安的话语中 有着威胁我不管我这些词汇 感觉就是一个妥妥的受害者形象 如果真的是王一博让这位女网友怀孕的话 那么这就是都美竹二号了 只不过都美竹的那个故事并不是一个良善之辈的受害故事 先说说这个女网友在网络上晒出的照片细节 现在已经有照片的主角直接在网络上官方认领了 也就是说这位女网友晒出的各种运度照都不是自己的 而是网络上找来的 所以故事可信度已经成功降低了很多 再加上王一博的经纪团队已经看不下去这个事情的发酵 直接下场在网络上发布了声明辟谣 表明了王一博一定会维权追责到底的 毕竟用别人的运度照来作为自己的受害照片 这根本就是在纯纯翠翠的搞事情而已 本以为这件事情在王一博经纪团队发布维权声明之后 这位叫韩寒的女粉丝肯定会直接消停下来才对 毕竟她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韩寒就直接晒出了一张所谓亲密照 还特别贴心的怕影响粉丝们的心情 直接给照片打上了码 本以为粉丝们会感谢她这样的打码行为保护了王一博的形象 但奈何这照片才晒出没多久 就被眼尖的网友们找到网络远途 居然还是心想事成这部剧集的宣传照片 在这个时候就真的忍不住想问一句 这故事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呀 毕竟就现在看来 韩寒手上真的没有什么直接证据了 只剩下自己说的被威胁不管 这一系列的行为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不正常的操作 而且韩寒也在网络上晒出了道歉声明 说自己是粉丝 一切行为是口嗨 这真真假假的操作 已经让吃瓜网友们都猛圈了 是王一博挡了谁的路才招惹了这个粉丝 还是粉丝本身有异想症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